最早現在開始 投影集合第四章 請你辦到課程79頁 從第79頁繼續講 我們看到讀四至七 看這個圖 這個圖我們先看標題 第三向線投影 第三向線投影就是第三腳法 現在寫第三腳法 會寫吧 第三腳法就是我們最常用的 我們把第三腳法的符號 再畫一次給各位 來畫一下 這就是第三腳法的符號 現在寫 這就是第三腳法 所以第三腳法的線投影 就是物體放在第三向線 物體放在第三向線 對不對 可是第三腳法告訴我們 四點 物體跟面的關係 這個你要知道 來 第三腳法 你剛才自己寫 它的關係是這樣 是四點 真的 那你用第一個 四點 接下來的位置 是面 也就是頭影面 也就是頭影面 這是第三腳法的順序 這是第三腳法的順序 再來是物體 這個東西就是第三腳法的改變順序 所以各位同學 你看 當這個左側式 左側式就是你的四點從左邊看過去 是不是先要放側面 是不是先要放側面 對不對 再放側面 所以我叫你四點 面 就是第三腳法 四點叫做SD 現在寫起來SD 四點叫做SD S是代表什麼意思 有三種版本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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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叫做STANDING STANDING STANDING STANDING叫做站立 人站在這邊 眼睛看過去 第三種叫做SIGHT S-I-G-H-T 視眼睛視線叫做SIGHT STATION 叫做靜止 人靜止在這邊 對不對 所以translation叫做火車禁止的地方 就叫做火車站 translation 所以左側視圖就是人的眼睛在這邊 往這裡看過去 因為是第三腳法 所以面會放在旁邊 這個P面 復習一下 P面就是側頭影面 現在寫側頭影面 中文後來寫 側頭影面 叫做P面 P面 P代表 profile P-R-O-F-I-L-E profile profile就是撿影的意思 就是外形的意思 就是輪廓的意思 我用講的 你們少操一點 這樣好不好 有沒有看到剪影 有 有沒有看到我手的外形 在做一個狗 這個東西 側影 側頭影 就是撥壞了 這樣OK喔 我都講精華中的精華 而且 如果你們不用畫 寫在客門旁邊就可以了 你要看得懂這個在說什麼 所以物體會放在旁邊 這裡還有兩個重點要講 這條線 有沒有知道這條線叫什麼線 基線 G线,G线又叫做什么线? 因为G线是两条线的,哪两条线的交界是H线跟B线的交界 所以又叫做H slash B线 OK,你们在业界,如果看到H slash B线,我就知道是G线 因为它是H水平头里面跟B水平头里面的交线 叫做Ground Line,叫做HB线 大家知道吗? 你要看他不懂名称,知道他在讲一个东西 讲完了,好,现在有一个动点来了 老师,这个是側头里面 側头里面跟V头里面跟H头里面都互相处置 那这边的交线是什么线呢? 这个人家叫G线,你这个叫什么线?你要给我一个名称 这叫側G线,来写下来,側G线 側就是側面的側 所以各位同学,一角有一个重点比例 这里画线,把它拉出来 再讲一次,这一条线叫側G线 側G线 側G线 它如果写也是GL,但是因为是跟側头里面 所以要加一个側头里面的代表 英文叫做B,所以是GDLD 特本的文字很多,没有关系 我把它讲重点 你把它写在側头的旁边 保住各位快速复习 它还有一个名称 你看,它是不是跟B面交界的线 所以人家又叫它VT线 这样知道吗? 这三种都是统一字 对不对? 这三种都是统一字 人家讲側G线 你要知道它就是GPLA 也就是secondary ground line 你要知道它就是V1线 V-V1线 讲完 这样OK喔 我现在讲的东西可以把你讲的东西 不要抄起来喔 OK 抄这五课本,七十九月很厚白点 抄了,抄了,抄了 有抄,你就成功了 升官 升官 好 翻过来 我都抄 咳嗽 翻过来看 108课 投影几何 1810页 我都讲 交推看 来 四字八 长这样 老师 这叫第一向线投影 第一向线就是第一脚马 现在写第一脚马 我现在写第一脚马 第一脚马 跟刚才讲过 第三脚马不一样 sorry 第一脚马 排列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第三脚马是这样 四点面 布 这是第三脚马 第一脚马不是哦 是四点 布的面交换 布 再加面 有没有成功 有没有在录 有 那为什么要出动 没有 因为拍不到旁边 哦 不用拍到旁边 没关系 这个是给他们用力印写的 没关系啦 但是你们要操到最重要 观众可以听的 各一方式要进阶的 高阶人员 要升官的 加新的 大家 现在写哦 第一脚马 是四点 布面 把这个顺序写起来 这个叫第一脚马 四点 五面 第一脚马 四点 五面 四点 四点 从右侧四点 看过去 眼睛在这个地方 五 五 要放在第一项线 对不对 再放面 平面 放在后面 这样知道哦 再讲一次 这个你要看 第一项线 第一脚马 四点 右侧四 眼睛在这个地方 五 放在第一项线 面 放在后面 也就是它的左侧 对不对 右侧四的P面 圈起来 P面圈起来 放在左侧 P面 放在左侧 P面 圈起来 放在左侧 右侧 右侧 对 投四支吧 好 所以这个书怎么翻 先看到物 对 先看到物 再看到面 怎么看 好 刚才有说 基线在哪边 H跟V的交线 这个叫基线 再确认一下 再画出来 基线 ground line 那老师这条线叫什么线 测基线 对不对 GPLD 测基线 到时候我们做投影头的时候 会把这个P面翻过去 所以 有点像翻书 这个就是翻书的轴 所以各位写两个字 旋转方向的下面写 翻书 翻书 就是指这个P面再翻过去 翻书 这个再写一次 这个东西叫做测基线 好 我们一起 附习 一起再写一次 测基线 GPLD Saturnary Drop Line 也就是VD VD线 VD VD 叫做 VIP少一个I 对不对 很像VIP有发现 Very Important Person 尊贵会员 对不对 VIP 所以这条测基线就是V slash P线 翻书 翻过来 现在OK 好 所以重点就是这个 教你怎么投影 我还剩几分钟可以讲 一分钟 还剩一分钟 怎么那么快 没有吧 你别吓我 现在十二分了 他有那么快 怎么十五分钟就过去了 三分钟啊 在第三向线 现在写 OK 物体放在第三向线 叫做第三向线头里 哪个是第三向线 一 二 三 第三向线 物体放在V面的后面 H面的下面 在后面 物体放在第三向线 第三向线头里 就是传说中的第三向线 再写一次 第三向线 看一下 现在写喔 所以你们那个头脑 我已经开始在洗脑各位 在把重要的观念 放到各位的脑子里面 哪个向线是哪个角线 各位 第几向线就是第几向线 对不对 第几向线就是代表物体放在第几向线 说穿我们要归纳出来就是这个东西 好了 这个叫做右侧式 右侧式代表我们的眼睛要放在右边 就是视点 这里画一个眼睛 画一个眼睛 你们好 画一个眼睛 各位同学 第三角法最常用的就是眼睛要放在右侧式 所以各位同学 把右侧式圈起来 写上两个字 常用 对 第三向线 眼睛 也就是右侧式 要放在右边 这是最常用的 这是最常用的 最常用的 好 接下来 时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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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几分几秒 十五零五 好 停